林志堅的兩個碩士論文被抓包 一個被抓抄政府標案 那一個是國發所的論文內容 跟別人是有八九頁相同 陳明通還跳出來護航說 是別人就是余政皇來 拿林志堅的資料去寫的 但是怎麼寫這個字句竟然會到一模一樣 而且他身為指導教授 看到這樣子竟然還能通過 這個學術倫理 這怎麼讓人相信 我都覺得 作為台大校友我都覺得很荒謬 你現在感覺上就是棄 魚 保林 就是反正魚也不選嘛 林要選嘛 所以林比較重要 以台大的學位給的 應該是很嚴謹才對 怎麼可能發生說一篇一個論文 這個也可以用 那個也可以用一與兩次呢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全世界我都沒有聽過這種事情 更何況台大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管中民校長應該徹查 國發所到底這個學位怎麼發出來的 國發所有沒有濫發學位 到底怎麼樣審查這個論文 怎麼可能兩個人內容都幾乎 有那麼多的一樣 然後兩個都得到學位了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嘛 這簡直是破壞台大國發所 以及台大的這個民運你知道 影響很大的 身為校友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嘛 那另外一篇中華什麼中華大學的 也是很奇怪啊 對不對 你怎麼會跟一個報告一樣呢 那這有幾種可能嗎 第一種是教授把學生當奴工 然後學生做出來的研究 教授獨佔為他的這個 教授所用去申請經費 這是不可以的 教授要出來說明是不是這樣子 另外一種是這個教授做了 但是呢給學生方便 就掛學生的名字 這也不可以的 這是用 等於是用學術替政治服務嘛 這怎麼可以用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另外就是說好不好他們一起做的 然後呢這個也發表 那個也發表這篇掛名這個人 那篇掛名那個人抑鬱好幾次 這也不允許啊 這也違反學術倫理啊 所以到底搞什麼鬼 簡直看了大家眼花撩亂 簡直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那現在很多政治人物 我今天真的覺得說 政治人物去讀書不是不好啦 但是你居然去讀書就要認真的讀 而不是玩票性質 然後呢指導教授呢就覺得說 哎呀我跟這些政治權位拉個好關係 然後呢輕易就放水 這都是不允許的啦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所以教育部也好各大學好 以後對於政治人物 去念一面去搞政治 一面去念碩士博士 那個要非常嚴格把關 否則的話拿到學衛 大家也覺得你這學衛怎麼來的 都打個問號嘛 對不對我每次都要看 他什麼時候在哪個大學畢業 研究所哪個研究所畢業 研究所什麼時候念的 是專念還是堅證念 都有差別嘛 不應該這樣子 理論上講碩士又碩士 博士又博士 標準應該一致的 這個實在是很不應該的